环境部长彭启明日前点名台北市焚化炉仍然有余裕 希望发挥同岛一命的精神协助其他县市烧垃圾 台北市长蒋娃今天亲上火线回应 他说目前已经协助包括桃园、云林还有南投等县市焚烧垃圾了 但是呢焚化炉有老旧的问题 必须要思考台北市焚烧垃圾整体安全性 反而呼吁中央得要思考从源头管理 让各县市垃圾减亮 似乎给了庞部长一个软钉子 向中央喊话抛垃圾解放 蒋万安却没答复环境部长彭启明日前请求 那我们也公开的喊话希望有些县市 因为其实还是有抑郁的 但是他们不大愿意 其实就是台北市啦 环境部力冲2026年年底解决裸肉垃圾问题 认为北市焚化场有余裕 却先吃了首都软钉子 一定是先确保台北市本身能够协助 台北市市内各项包括家庭垃圾的焚烧 各个焚化炉他们相对的老旧 所以我们必须考量到台北市焚烧垃圾的整体安全 言下之意得先顾好自家市民 却也让南绿白议员隔空开战 蒋万安却回头过来说 源头管理卡少刷了一点呢 这期的账单还是不能不小 自讲风凉化呢 根本有失首都市城的格调 有没有做好资源回收 或有没有适时的去减少 其他县市垃圾量 这都是环境署应该去改善的问题 只不过还有没有余裕的空间 应该是由蒋世福来重新评估跟盘点 中央也应该重新检视 从源头管理垃圾减量 才是真正的目的 尽管垃圾不分蓝绿 但谁帮忙谁处理 却依旧加加有本难念的经 中央协调北市持续卡关 记得曾武强 陈冠敏 林敏周 台湾到 中央协调北市持续卡关